在动画里,利欧路是小智,收服的第一只幼年宝可梦 小智上一次收服第四世代的宝可梦,还是483级前收服的远路沙 而小智上一次收服纯格斗系的宝可梦,还是1081级前的火爆猴 利欧路从蛋里孵化出来,只化了24级,就进化成路卡利欧 是主角团从蛋里孵出来的宝可梦中进化最快的 而小智上一次跨地区进化的宝可梦,还是482级前的火炎鼠 小智上一次进化的格斗系宝可梦,则是501级前的炼烟猴 接着,路卡利欧是小智旅途阵容中唯一一直不是第一或第八世代的宝可梦 他也是旅途阵容中第二只知道特性的宝可梦 在第124集对抗竹男的天安波克基斯时展现了精神力特性 在小智所有的宝可梦中,路卡利欧是唯一一只可以Mega进化的 也是先知招式最多的,有子弹拳和真空波 尽管绝术缝身是第二世代引入的招式 并且现实比赛里赫拉克罗斯依靠这招完成了著名的大逆转 但是在动画里,小智的路卡利欧是唯一使用过绝术缝身的宝可梦 也就意味着这招隔21年才终于在动画里得到首秀 再说说其他人的路卡利欧 科尔尼的路卡利欧在动画中首次使用了四个招式 是剑武,古包乱打,增强拳和金属鹰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与游戏宝可梦XY中 科尔尼赠与玩家的路卡利欧配招式一样的 古车大神的利欧路是他唯一一只不是第五世代的宝可梦 也是继小霞的波克击鼓后 第二只不戴在精灵球中还进化了的宝可梦 库库一博斯的那只路卡利欧 则是唯一一只不会招牌招式波导弹的 下面路卡利欧的首次亮相是在剧场满酒 梦幻与波导的勇者路卡利欧中 时间是2005年7月16日 而第四世代游戏钻石珍珠的发售日期是2006年9月28日 整整早了一年多 顺便吐槽下这部剧场版明明属于第三世代 两位主角宝可梦却是第一和第四世代的 而且还有个小细节 小圣拿的块巧克力给路卡利欧吃 这在现实里并应该是狗狗的食物 在剧场版时 《决战时空之塔》 Tia Luca vs.帕鲁奇亚 vs.达克莱伊中 路卡利欧是唯一一只出现在片头中的非传说的宝可梦 接着在游戏里 利欧鲁是唯一一只可以Mega进化的幼年宝可梦 它的两个常见特性都和畏缩有关 不须之心陷入畏缩状态时速度提升一级 精神力则不会陷入畏缩状态 下面路卡利欧的外形可能参考了埃及神话中的死神阿鲁比斯 尤其是Mega进化后异色形态的路卡利欧 面部纹路与埃及面具相像 在第五世代前 路卡利欧是唯一一只格斗加钢的宝可梦 后来第五世代出了个狗帕路翁 不过他是钢家格斗 T8世代才有多了个盾智王藏马然特 也是格斗加钢 文乡勇士路卡利欧和铁武者是维三 非常能力气的格斗系宝可梦 能学会精神强烈这招的 路卡利欧也是格斗系宝可梦里 唯一可以学会治愈波动的 并且是通过升级学会 这可能是与他能操纵波导有关 整个游戏只有四只宝可梦可以学会鼓棒乱打 卡拉卡拉和嘎拉嘎拉自带骨头 拖银纳头上有个骨头棒 路卡利欧则需要用波导制造一个鼓棒 除开Mega TraumaX Mega路卡利欧是特攻最高的格斗系宝可梦 有140 在2020年宝可梦日人气票选中 路卡利欧是第四世代最受欢迎的宝可梦 在所有世代中排第二 第一名则是贾赫忍蛙 最后在设定上 利欧路精力充沛 只要一个晚上就能翻过三座山头 越过两条峡谷 所以带他散步的训练家会非常辛苦 路卡利欧拥有侦测所有东西发出的波导的能力 通过侦测对方发出的波导 就能读取其想法和行动 理解人类的语言 远在一公里以外的对手的情绪也能学会 不想知道的事情也会知道 所以很容易累积压力